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繼續跟我們一塊來欣賞2015年ITTF德國公開賽的轉播 八強階段接下來為您帶來的比賽一樣是女子單打的對決 要由中國選手車小溪來出戰的是來自日本的伊藤美城這位天才少女 也是ITTF史上最年輕的公開賽的冠軍得主 在2013年他就跟他的搭檔一起拿下了雙打的冠軍 在車小溪的部分呢中國選手這一戰是派出了非常多年輕的球員出來 不過其實他也在中國拼超年賽已經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球技絕對不容小覷 這個中國選手只要能夠代表中國出來 勢必都是在雖然是世界排名還因為他們打的戰術上 但是他們實力或許都有在這個前20這個整個水平 所以伊藤雖然目前的這個排名是比這個車小溪來的高 但是未必能夠在這個實力上淘到太大的便宜 伊藤美城在德國公開賽第一輪就已經是爆出冷門了 打敗了地主的小球好手韓瑩 4比3啊能夠在這樣一個高強度的比賽打7局 而且又是中門強的對手 這對伊藤美城的樣子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過這幾年下來其實伊藤美城也累積相當多國際賽的經驗 尽管他只有15歲而已 對從青少年公開賽開始打 那時候已經在童年齡的甚至是已經差 在12歲的時候打15歲的級別跟18歲的級別 都能取得冠軍的情況之下 那麼目前就是主要是打這個成人級別的公開賽 那麼目前看起來喔 他也是都能夠打盡穩穩打盡16強8強喔 所以雖然這15歲但是這個整體實力其實已經相當的高了 沒錯 當然有一些好成績也是出現在台灣啦 對 台北的青少年公開賽伊藤美城 曾經兩度是包辦15歲組跟18歲組的女子單打冠軍 對 當時這個一些平面媒體啊 以及電影媒體都有針對他來做一個其實蠻特別的報導 對因為真的是屬屬難得喔 這麼年輕的年紀喔 但是在兩個組別喔 都拿下的單打的冠軍 沒錯 2014年他跟青眼梅宇喔 在德國公開賽 還有這個西班牙公開賽 是拿了兩座女子雙打的冠軍 德國也算是他的福利喔 不過去年的比賽是在這個 梅德伯格這個城市所主行的喔 今年呢 德國公開賽是來到布萊梅 兩位選手呢 在去年的日本公開賽曾經有交手的紀錄喔 當時是由車小溪獲勝 也可以看到喔 中國隊現在在整個制服重新設計耶 之後呢 女選手是穿上了春裝啊 對 這也是過去比較少見的 對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這樣變得更賞心獵幕 包括整個色調其實都跟過去我們 這幾年看到中國隊的制服 是採用不一樣的搭配 比賽馬上就要正式開始 兩位都是右手持橫拍的打法 第一局要由車小溪先來發球 一比零 一騰北城 絕對也會是日本隊全力栽培 要前進下一屆 東京奧運的這個重點人物 其實他們已經是有系統的栽培這一騰北城了 從一開始規劃他這個打青少年的 到現在青少年已經打到沒有敵手了 所以就是目前就轉 只能升級 對 一路的往上打 甚至去年的年終總決賽 他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對 其實他的身材已經比 那時候在台北看到他 整個size有變大 但就怕這個沒有辦法再長更高 因為訓練的強度以及質量太高 容易讓這個 影響到他的整個生長 對 就怕這個部分影響更大 因為當對手一旦的熟悉喔 你的整個節奏以及打法之後 其實身材變成一個相當大的條件喔 對 不怕你的這個顆粒的話 那麼其實 像車小溪他的身高就是比伊藤來的高喔 所以他只要能夠多站 往位站位喔 站後半步喔 其實就會比較有力啊 嗯哼 其實也可以觀察到 目前在世界排名前幾位 中國隊的選手 除了劉思文之外 包括了丁寧 包括了李小霞 甚至是比較年輕出來的朱宇林還有陳夢 對 他們身材都有一定的高度 對 其實還是比較有力啊 就是 哇好球 這也是伊藤非常擅長的打法 對 反手這個短顆的彈擊 對 第一下起來 第二下 直接向前壓了 跟得很好 哇好球 好球 看這個車小溪喔 這個打法是正確的 退半步 我們利用旋轉 不斷的拉著這個 伊藤的反手位 哇 這一次的防守漂亮 直接帶上對角 已經看到車小溪這一板拉起來 這個威力應該是非常夠 對 哇好球 這個力道 這個質量就高了 對 是伊藤美城還沒辦法頂住的 對 還是要避免讓車小溪有這種側身進攻的機會 哇 不給這個車小溪機會喔 第二個就加壓了 利用速度喔 因為車小溪在想要第二個 第三個連續拉的情況下 這個伊藤在第二下 就直接做彈擊喔 哇 哇 這次出手聯想果斷 直接往正手的空檔打 對 第一局的比賽現在伊藤美城 有非常大的領先優勢 好球 台內的回擺 今年四月底即將舉行的蘇州市井賽呢 伊藤美城也即將披掛日本隊的戰袍出身了 除了女單賽事 當然也要跟平野美宇 繼續來比這個女子雙打的比賽 他們兩個默契很好 從小搭配到大 好 好球 車小溪要慢了半拍喔 看了這個伊藤的站位之後 才選擇了拉的反手位 一方面在移位的時候 在出手之前 就要盯住對手的整個身體 要移動的方向 出網重發 所以不能只盯著球 還必須要觀察對手的位置 對 哇 伊藤這次成功的 調動了車小溪 現在 7比10 伊藤美城 擁有三個局目點 哇 這個球閃水輸了 對 想要發力也沒有成功 也讓伊藤美城是11比7 帶走了第一局的勝利 目前以1比0 暫時領先中國選手 兩階段 現在為您送上的轉播呢 是由中國選手 車小溪 主戰日本天才少女 伊藤美城的交手 在第一局的比賽呢 伊藤美城 速度上的優勢 壓制住了對手 1比7 先下一局 對 在第一局 這個 伊藤美城 利用這個 反手顆粒 本身的 速度上的優勢 提前的加速 就讓這個球 帶到這個中遠台的箱尺 選擇在第一下的反手 或第二下的反手 直接做一個加壓 利用速度去壓迫這個車小溪 從這一分也可以看得出來 對 直接屁仗 又是擠到了對手 伊藤美城 在今年的德國公開賽 女單部分 先是連斬的兩位地主好手 除了第一局爆人打敗韓營之外 接下來 在16強戰 又是4比3的局數 我擊敗了 善小娜 這幾乎是 德國隊排名前三的 這個女子單打好手 這對於 伊藤美城來講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的一戰 整個 贏的排名都比他高 然後整個積分 在下個月 有可能又會上升 沒錯 兩戰都是打滿氣局 對於他的經驗值來講 會提升得很快 對 至於在車小溪的部分 32強 也是爆人演出 打敗了香港好手李浩琴 也是年輕一輩的代表人物 接下來4比0 擊敗奧地利的劉家 這也是 歐洲桌壇現在數一數二的好手 對 等於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 國際桌壇未來的 年輕一代 對 好的選手 只將有可能在下一代 又會領軍的人物 哇 這首位防得很好 基本上批完球 就能夠先預測 這車小溪要走的線路 所以 也就不囉嗦 這個球也不考慮 要反拉 直接在上面 在前方貼喔 利用這個 擊球的點喔 來爭取速度上的優勢 這球失手 也讓伊特美城 有點失望 感覺上 已經掌握到節奏了 這球可惜 又是一個 反手的斜線 直接出界 短顆粒運用 這也是非常多日本選手 拿手的打法 對 包括了這個 福恩愛也是 反手彈擊的造力 是非常不錯 對 但是相對的這個 顆粒喔 這個有時候 呃 因為顆粒是比較難控制喔 所以 呃 節奏一不對喔 很容易就失誤了 哇 從原本的1比7落後 現在車小溪連桿4分 大幅落後 哦 好像讓車小溪在進攻 也不用顧慮那麼多了 一下一下跟對方抹 一下一下跟對方抹 好短 哦 觸到了網子 其實車小溪在這幾球當中 找到機會都是大膽的側身喔 哇 又是一次精彩的防守喔 他對於車小溪進攻的路線 判斷的非常準 對 所以可以看到車小溪不斷的全力去拉球 但是 但是 拉不破 都是在斜線喔 對 那麼 其實中國隊的選手 蠻大的這個優勢 像 不管男選手女選手 有時候他們在 機會球掌握的選擇上 都會選擇拉對方的中路喔 那麼車小溪目前 這個機會球就是拉斜線喔 所以變成經驗比較不足的情況下 這個球 伊藤都能逮到 車小溪的習慣線路 這球也是 感覺球勢有點停在原地 對 這個球是待下旋的 哇 好球 浪費掉了一個橘末點 不過伊藤美城還有3分的領先優勢喔 突然的長球 哇 這一個發球也嚇到了車小溪喔 來不及接的情況下呢 讓伊藤美城 再以11比7搶下第二局喔 現在是2比0領先車小溪了 在這場八強戰當中是0比2 落後了日本的伊藤美城啊 這一局喔 勢必要全力想辦法搶下來才行啊 對 伊藤美城的速度喔 跟他在防守的判斷 真的有效的控制住了對手 對 變化的比車小溪來得快喔 也比較果斷 好球喔 又是穿越了車小溪的空檔 所以就算他退了半步喔 還是有一些縫隙啊 哇跟進了速度很快 這一局的打法好像又變了 更加主動的去 第一下主動變這個車小溪的正手 哇 很快的處理啊 但是就力道上稍微差了一點沒過 對 我們現在要抓到這個伊藤喔 出手的弱點並不是那麼容易喔 因為他出手的節奏快喔 而且出手也滿有信心 就算失誤他還是繼續保持這個節奏 對 所以你很難抓到說他要下一個球 或者是接下來的弱點 這次揭發也是比較有侵略性啊 對都大膽的啊 他基本上出手都是滿大膽的 其實國外球員遇到中國選手都是拚啊 所以伊藤雖然排名比較高喔 但是他在這個心態上面也是保持的比較好 也是都出手也是都拚的比較兇 這一分也是一樣啊 中路跟右半台 對 能夠贏過中國選手就是一個相當的 對外國選手來說都是一個目標啊 差一點就跌倒了 4比3 哇這球 跟他一開始的判斷有點差距 所以當這個 步伐喔 上的慢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造成失誤喔 好球 哇球 這個球就是選擇中路喔 這就是剛剛跟 上一局喔 車小溪在機會球選擇的路線上面 就經驗不一樣 反倒是伊藤雖然打的比較像中國選手的套路 對 有機會就搶衝中路 哇又是一把補板的競工 現在第三局來到中半段 伊藤雖然建立起他的領先優勢喔 打球真的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選手 你看他出手其實基本上是不停頓的 不猶豫 就走了 要轉時線沒有成功 比這美人的球技跟他的這個年齡啊 不成真比 超乎他的這個年齡 如果能夠再過這一關也要寫下他在公開賽個人的紀錄 哇 夠快 基本上第二下就是發力 去年齁他在奧地利戰雖然有四強的紀錄 不過奧地利戰也是屬於這個挑戰級的比賽而已 如果能夠在超級賽也有四強的成績的話 那對於自己真的是一大肯定 對 而且這個積分又會加拳 所以他下個月的 前途是無可限量 對下個月的排名是肯定又會再賽深 對剛剛講過他所擊敗的選手 韓銀目前是排在第8名 另外呢 扇曉娜24名 哇 這個下個月排名就會 他有可能會跳到31名 對 也不要忘記下個星期還有西巴公開賽 他還有機會 太多拿一點積分了 不過現在回到場上 車小西倒是一步一步的把差距給追回來了 節奏上面還是要 這可能也是伊藤美城在往下個階段的進步 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有時候可以連贏好幾個 有時候會連丟好幾個 不過這就是克力打球 有時候風險就是這樣 他出手必須要快 所以有時候一快 失誤率就會極高 所以這是 一來一回的風險就是差在這裡 哇夠賺 好 刻意的放慢喔 這時候車小西 準備發力 讓伊藤美城的回檔出界 回到一分差 車小西第二個發球 發球 這次貼得非常緊 哇 精彩的來回喔 不管是車小西或是伊藤美城 來回的拍數相當多 9比9 不簡單啦 這局會形成關鍵 突然的長球 連續進攻 哇 這一次車小西守住了 嗯 齁齁 伊藤這球沒有 沒有想到喔 因為這球其實 車小西回的已經相當的勉強了喔 還是進了 而且還彈在相當靠近近身的位置 不好處理那球 現在車小西 反倒是逼出了局點 哇 這球 機會球沒有把握 10比10的Deuce 這是第三局了 雙方要來長局決勝負 伊藤美城 哇 這一個搶攻喔 抓不到他在想什麼 抓不到他下一個球 要怎麼處理喔 我相信車小西現在也 腦海裡對伊藤美城的資料庫還沒建立完成啊 好球 哇 又是突擊中落100 對 10比10之後呢 伊藤美城連拿2分 12比10 搶下了比賽的第三局 現在他以3比0 大幅差距領先中國車小西 最後一場比賽 是由中國選手車小西 要對上的是日本的伊藤美城 這樣比賽 伊藤美城到目前為止 連拿3局喔 前3局喔 整個 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弱點 對 所以讓車小西喔 在準備上面是比較難的 對 最後一場 不過呢 車小西現在最重要的還是 回歸基本的 把他的這個攻勢 對 給施展出來 哇 又被掉開了 我們的想法都在車小西的前面 從這個球很明顯喔 發球的弱點就是要調動車小西喔 所以 一個反手一個正手喔 讓車小西忙著兩邊跑 整個弱點的概念是在這個車小西前面 2比 哇 強的兇啊 非常快速的出手 所以側下旋在 這個伊藤的反手位喔 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困難喔 所以車小西要 趕快 調整一下發球的弱點 哇這球 連續兩板又是快了 對 站位還是靠前 對 哇這一次總算是掉開了 來回的拍數 大概都會超乎兩位選手的預期啊 對 這球不能退了喔 要快 車小西 稍微往後退之後 全力進攻 好球 這一次反拍發生失誤 伊特美城主要還是在抓 球彈在桌上的第一時間點 對 起跳點 起跳點他就在前面的快壓喔 讓車小西喔 因為他這個 這個 胡圈球的打法的關係喔 所以必須要拉喔 但是一拉要拉手 所以要退 伊藤都是掌握了這個 節奏上的優勢喔 不斷的壓迫對手 4比4 回到平手的局面 伊特美城的發球 其實他也不怕發長球 去跟車小西對抗啊 這一分車小西丟掉之後呢 主動喊暫停了 哈哈哈哈 這教練在場面啊 笑笑的迎接他 對 找不到 找不到能夠 得分的一個方法 所以 有攻的再大力 好像對伊特美城沒有造成太大的威脅 對 所以變成是說 節奏 或是旋轉 就不要 就放棄節奏了 我們就選另外的別的方法 來來找這個對手的漏洞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 球員在場上的變化 也沒有辦法那麼快 來做一個轉換 所以就是 有時候在 教練能講得到 但是 球員在場上不見得 能夠馬上跟得上 一分的落後 如果 四小西不想要 收下壓彈回家的話 那就必須要在這一局有所作為 教練也是多鼓勵他 對 這時候 暫停的一分鐘時間也到了 暫停回來 一分的差距喔 伊特美城 這會是他 在三輪比賽打下來 最輕鬆的一場比賽嗎 既然是對中國選手打4比0的話 好球 一回來就用一發球去擠到的車小西 就連發球都很快 這球撥得太快了 因為其實對車小西來講 他才是要去撥那一方 對 但我們中國選手 一般代表出來的時候 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遇到這個 對手在拚撥的時候 也比較難處理 又是一個正手掛網喔 又讓比賽回到6比6的平手 又讓比賽回到6比6的平手 哇這球 過度但這球是伊藤 自己 在落點判斷上面喔 沒有判斷準確 7比7 白端 哇 幸運的插網球 哇這球太漂亮了 還被伊藤給抓到啊 直接推壓這個直線啊 對 這球就是經驗 哇 打得多啊 現在伊藤每層在上升的階段 整個信心是很足喔 對 對 對他來講其實沒什麼壓力 因為反正面對的每個對手 本來都比他強啊 對 年紀小啊 還是可以拚啊 現在分數來到9比8了 剛剛是一個幸運的 插邊球 破一盒 又是不斷加速的兩反 現在10比8 已經逼出這場比賽的賽末點了 很少看到中文選手在場上 是這個比數 對 0比4 又想要 在節奏上加快 而且他的表現似乎也 獲得現場觀眾的回饋反應 現在是幫伊藤鼓掌集氣啊 去 哇 快速的一反 對 把角度給打開來了 伊藤每層 11比9 搶下第四局 直落四 擊敗了中國選手車小溪啊 哇 這樣的一個比數 恐怕跟前一場 索亞 四比零 玩風十穿一樣啊 都是讓人想像不到的 所以現在當然也要請偉晶 再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場球 伊藤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這場比賽 伊藤在整個反鎖位的節奏上面 無論是騎板或者是在連續的進攻上面 節奏保持的變化 是保持相當的豐富 尤其是在銜接第二板的架壓上面 帶給車小溪很大的威脅 基本上車小溪在這個球 遇到的困難是解不開的 其中有幾個 到了箱子球階段的時候 伊藤在正所謂的保護上面 也是比車小溪來得好 所以今天這場球 伊藤是整個心態擺得非常好 在變化性上面也做得比較足 所以讓車小溪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適當的回應 所以這場球可以說伊藤是發揮得非常完美 沒錯 贏得很漂亮 在會面賽的前兩輪都打滿七局才獲勝 沒想到八強戰是4比0玩瘋的對手 恭喜伊藤美成 晉級到了德國公開賽女子單打的四強戰 下一輪他要面對到更高的關卡 要來挑戰的是新加坡的頭號女團馮天威了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轉播現場 第四強戰 第四強戰